多拉业梦给你足亲情 风电族群就看它 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及时通 我是品君 我是李欧 最近盘面上绿能族群非常的夯 一方面就是跟政策有关 再来就是缺电的问题大家也很关注 那这个族群我们到底要观察谁呢 其实很简单 政府的政策长线到2050年近零碳排的目标 其实路径已经非常的清晰了 之前国发会前两周才刚刚公布 那我们看到首先台积电是我们护国神山嘛 没错 刚刚举行法说 可是市场不买单股价往下跌 但是你要知道台积电 它也投入非常多的钱 去包台湾风力发电 未来电厂会发出来的绿电 好这对于它的节能减碳 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那竹群庭的部分 我想很多人可能有一段时间没有复习了 那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 竹群庭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机舱吗 上面的叶片 你要有它才能够产生风力 从它开始转 那再来呢机舱里面放的就是风力发电的机组 那中间呢就塔柱这根柱子 好那水下 因为我们平常这样看上去 你就觉得好像就是一根柱子差在那里 其实它水下还是有这个机桩 一个水下基础的建设 那当然要有船把这个叶片柱子 水下基础的东西先运到 对这个运为船也是一个重要的 好那再来海底电缆 就是把它发电连接到路上的变电站 所以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整个供应链 好那现阶段最强的是谁 哦四季钢 四季钢还有这个做风力发电的这个上围头 四季钢他做什么 四季钢就是做这个柱子啊 这个柱子中间的这个柱子 塔柱还有水下基础的部分 好那四季钢他的法说会才刚刚举办 他说这个缺工问题 第二季之后就开始缓解了 那最近投信连续五天就是买超 都是买超 而且未来15年政府的政策 从现在开始到2025 然后接下来2026到2035年 都已经规划好了 对啊那能够做这么大的这个柱子跟水下基础的 其实他就是最大的直接受惠者 而且四季风店他的子公司也规划在今年要从新柜要转上柜 所以我想到时候一定又有人去炒这个母银子柜的题材 对啊那你看四季钢其实今天又创下波段的新高 好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上尾头部分 很明显也直接攻上涨停板 你还记不记得礼拜二的时候法说会 就礼拜三哇打跌大跌跌6%跌7% 很多人觉得说啊这个变法会了没救了 这个他的可回收的叶片的材料 这个材料可能没有办法收到市场勤奈 因为大家认为说这个可能要到下半年 才会产生营收 可是实际上呢 今天直接翻身了 对啊礼拜四就大涨 然后今天又创下波段新高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股票也不用看太短 整个长线趋势方向对的时候 其实他就是会慢慢的涨上去 好那你看到这个新闻 这个新闻他写了 可回收叶片材料实现废弃 零废弃风机嘛 他可以降九成的碳足机 那这个文章基本上我在上礼拜 礼拜天也放在虎明当家的 赖群组的这个主页里面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好那星光钢 他是两个题材 风力发电跟离岸跟太阳能 两个题材都有 太阳能部分他是做耐辅实支架 下半年要出货 那风电的部分呢 风电部分我们刚刚提到柱子嘛 对柱子他也一开始不是圆的啊 他是一个钢板 那你要把钢板焊接起来 变成圆柱形嘛 那他有个子公司 星光钢的子公司叫前端离岸风电 也即将挂牌 他就是做焊接的 好那我想这样子的个股呢 他跨双题材 投资朋友有个特别留意 法人最近哇买很多 不管是外资或投信 都持续进场买操 那给大家一个小节啊 短线台积电市场暂时不买单 法说会后又往下跌 当然一部分原因是美国 连续可能要升息三次 一次都要升两码 市场有点害怕 可是我认为长线台积电 成为世界领头羊的这个地位 是不会被撼动的 也无法取代的 对 对场上趋势还是看好 那搞不好过一阵子就像 前面那个上回头一样嘛 法衰后一天跌 然后后面又涨上来了 之后可能就回布 对啊 那短线资金避风港 当然就有风力发电 太阳能 然后电动车储物能这一块 以上就提供给各位投资朋友 做一个参考咯 谢谢利友详细的分析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资讯的话 记得叫老师Lite跟Telegram 财经及时头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